各位车友好,我是老杜呀 咱们中国的路由车自驾车会已经有13000多人了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日喀泽 这边是一个布林卡 这是当地人喜欢来这边野餐的地方 这边环境也比较漂亮 这边也比较安静,待的也比较舒服 但是这边是一个城市嘛 城市的话,咱们可能要遵守当地的规则 所以说,有了这套装备之后 其实还是比较方便的 能够随时随地给自己做一顿旅行餐 其实到这边的时候已经中午2点多了 现在准备今天的晚餐 这个地方路源还是非常方便的 叫共绝林卡 绝共林卡是共绝林卡 哈哈,反正我是对这个名字死 始终是记不太住 打了点水,一会儿煮个棒子 蒸点米饭 炒两个菜,今天晚上啊 好好来一顿 展现老杜厨艺的时候又到了 朋友们 这个 最近跟车友们在一块 大家确实非常的开心 但是我这边呢,确实 最近视频也没好好拍 哈哈哈 这个 现在老杜称招一名助理 最好是这个懂拍摄会剪辑 懂这个自媒体账号运营 然后老杜带着你这个走遍全国 尝遍全国的美食 这个吃这方面你就不用管了 绝对把你喂的饱饱的 养的白白胖胖的 哈哈,这个老杜的厨艺还是有一手的 啊 是 大家好,我是老杜 现在我们是在这个珠穆拉马峰的这个 国家公园 珠穆拉马峰国家公园朋友们 近期碰到了很多车友很好 也在网络上收到了很多车友的私信 大家都在这个说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自驾旅行 尤其是SUV路由车自驾旅行 到底怎么去用这个电 咱们借这个机会再聊一下 长期自驾旅行怎么用电 短期自驾旅行怎么用电 今天还收到了一个车友的提问 问老杜这个 我平常很少出去玩 一般都是周六周末 或者是节假日出去玩一玩 到底要不要去配这个移动电源 还有很多朋友就是讲 就是我想去一趟新疆或者去趟西藏 然后出去一待可能要待一两个月 那么这个时候移动电源肯定是要用的 跟大家介绍一下老杜的用电方案 怎么用电 其实最主要的是你出行的话 都要有哪些用电设备 一般来说出去的时候 一个电饭锅肯定是要有的 你包个米饭包个汤 简单的话做个懒人米饭 如果说电饭锅功能多的话 还可以吃个火锅 对吧 除了之外呢 就是要给一些电子产品去充电 比方说手机无人机单反 很多人出行的话 都会有这些最基本的这个拍摄设备 除了这些呢 像我们现在是在珠峰 这边海拔也比较高 晚上温度也比较低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会可能用到电热毯 一般车改的电热毯 一般公里也比较小 50碗 开整碗的话 最多也就是半渡电 除此之外呢 就是一些家庭影院 平板电脑 还有一些电风扇 电风扇在那边 给大家看一下老杜的小风扇 这个是可以转过去的 只不过现在用不到 大体上也就这些朋友们 因为像用电更多的 像一些驻车空调啦 或者说一些那个 其他用电设备 一般是用不到的 因为其实不管是床车旅行 还是房车旅行也好啊 就是一般都会去 温度比较适宜的地方 但是来西藏这种高海拔的地方 这个只有冷 冷的时候想取暖的话 我觉得还是车载电热毯 用的是最经济实惠的 也是最合适的 那么说到这儿 大家可能会问 那我要选电源的话 选多大的合适 那我先告诉大家 我选的是多大的 我选的是新赵兰的移动电源 两路电 逆变功率1500瓦 跟大家看一下啊 这款就是新赵兰的移动电源 这个配置是两路电 逆变功率是1500瓦 我改的是行车充电 这种充电方式充电速度比较快 现在我开的是逆变功能 我们做一个懒人谜 稍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移动电源呢 就是它有三个开关 这个是逆变开关 这个是USB口的开关 可以插两路开关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照明灯 这个是一个点營器口 这边是220和这个车载充电的接口 这个是太阳能充电接口 有两路五孔的220的插座 在这个机器的后面 说到移动电源 很多朋友都会讲啊 这个移动电源充电速度慢 这个是用点營器充电 确实充电速度比较慢 因为点營器的输出功率 只有100瓦到120瓦左右 即便是原车带220的逆变输出 它的逆变功率也不会很大 也是100瓦 功率小 电流小 所以说充电速度就比较慢 所以说厂家做的也比较不错啊 就是它有一套这个行车充电解决方案 充电电流可以达到20以上 呃 其实很简单 就是用负电瓶的充电方式 给移动电源去充电 从前车的主电瓶正经负极 各接一根线 然后去给移动电源去充电 其实包括就是我们车会的车友啊 还发明了一种新的充电方式 这种充电方式充电速度更快 就是同时用行车充电和车载点燃器 两种充电方式 就是直接给移动电源充电 这个时候电流可以达到接近30M的电流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充电速度就是非常快的 朋友们 说到这儿朋友们 就是重点还是看你自己的需求 长期旅行移动电源可能是需要的 呃 如果说喜欢那种慢节奏的 尤其是你找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你想在这个地方待上那么三五天 那么配一块200瓦到300瓦的这个折叠太阳能充电板 就是一个最合适的选择 呃 除此之外就是还有一些朋友就提问 我是短期旅行 就是节假日周六周末出去 呃 玩一下 这个时候到底需不需要电源 我觉得是这样跑嘛 你需不需要电源 关键是你在自驾旅行活动当中 你有没有用电设备 如果说你有 那OK 那你肯定是要要的 如果说没有 那你就不需要了 对吧 最近节奏比较快 然后车里边稍微有点乱啊 就是我是从那个逆变那边搞了一个插牌 嗯 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把插牌拉到你想要拉的任意的一个位置 这个时候用电就非常方便 呃 稍后跟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懒人蒸饭 我觉得应该是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应该特别好吃 稍后跟大家看一下 开锅了 看看我们的饭 啊 好香好香 哈哈哈 舒服 懒人 蒸饭 蒸饭 哎呀老肚的杰作 OK的 可以可以可以 哎呀 没问题没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 好 穿穿什么 аться 还是 得妈今天 好 稍后 恐惡